大家好,想吃干炒盒粉不用出去买啦 学会这一招在家也能炒出过去十足 四香味俱全的炒盒粉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先把盒粉撕成一条一条的 这样比较松散的状态炒的时候不会成坨 半个洋葱切成细丝 这配菜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准备 再来一小把的豆芽备用 两根蒜苗切成长段 装叠备用 来五块钱瘦肉切成薄片 也可以换成牛肉 肉片切好来简单码个味 半勺生抽 少许的盐和胡椒粉 下手抓拌均匀 让肉片吸收调料的味道 抓盐后来半勺淀粉 这样肉片吃起来的口感更加滑嫩 最后加一勺食用油 抓拌均匀 肉片炒制的时候不会粘连在一起 现在来调一个碗汁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最后来一点点食盐 搅拌均匀 提前调好料汁 减少盒粉在锅里炒制的时间 这样盒粉不易断 也不会成坨 起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把肉片下入锅中 中火来翻炒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里了 请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把肉片翻炒一分钟左右 变色大概是八九分熟 盛出来装碟备用 用锅里的鱼油 把豆芽和洋葱炒到断生 一定要开大火来炒 这样口感才更脆 加少许的盐入底味 炒软就可以盛出来装盘备用 把锅重新洗干净 倒入食用油大火加热 晃动锅让油润满整过锅壁 油烧到冒烟的状态倒出去 把盒粉下锅 开中小火来煎一煎 不要用铲子来铲 很容易把盒粉铲碎 少油的来煎盒粉 才不会粘锅 吃起来也不油腻 把一面浇得微微发黄 翻另一面再来煎 这样炒出来的盒粉 吃着口感才会更好 盒粉煎到焦香 淋入刚刚调好的料汁 还是用筷子来翻动炒入味 这回就要转大火炒出锅气 把洋葱 豆芽 肉片 还有蒜苗 全部倒进去 大火快速的翻动 把所有的食材混合均匀 大概炒30秒左右 蒜苗断生就可以关火出锅啦 简单好吃的干炒盒粉就做好啦 昆素搭配着吃起来不油腻 锅气十足 一点也不必外面卖的差哦 一个人也能吃下一道盘 喜欢的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也请先点赞收藏起来 怕你下次要用的时候找不到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